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证实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总价约80亿美元的F-16V战斗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美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必须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中方将根据形势的发展 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 感谢观看